微笑王子张栋梁 魁有两年推新专辑 首播主打歌《怎么会哭》里 张栋梁少了微笑却多了眼泪 因为这个歌其实就是一首 很痛然后很内恋 然后的一个情歌 然后歌名最佳普通会哭 所以不是一般的豪章 然后应该是我第一次对折对到 就是真的是哭的那种 那也 我觉得就是顺着那歌的感觉 但其实这歌我自己很深刻的感觉呢 整支MV拍摄超过12小时 一场中间要被大嘴倾盆淋湿的场景 更替他增添悲情 不只耍悲情 他会为新歌MV苦练吉他 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 这首歌会弹吉他 不是真的做样子 是练了两个礼拜 然后有请一个老师 再加上一个神秘洽兵 戴佩妮小姐叫我弹吉他 非常的厉害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拍了全奏 所以我怕被达哥老师揍了 为了新歌 张栋梁这回秀出才艺 也使出演技 就盼歌迷感受到自己的诚意 说服视频娱乐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